聽到這個我們陸委會主委在回答鄭天才委員的質詢 我覺得這個潛詞用詞跟這個口氣有點太超過了一點 那委員當然有他不一樣的看法跟評估 他也代表不同的選民的心聲 那在質詢台上面 剛剛我們看到鄭天才委員也都非常理性的在探討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主委動不動說 居然指控我們的委員是 這是很嚴重的用詞耶 怎麼可能鄭天才委員是這樣子的一種態度呢 剛剛大家都看到完全不是這樣 而是非常理性的在探討 今天這個小三通影響到這麼廣大台商權益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主委 這樣子的態度跟這樣子的用詞 讓我們覺得就是說 那如果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那我們就何必在這邊質詢呢 而且不斷的指控反質詢 指控我們的委員說 他沒有同理心啦 又怎樣又怎樣啦 我覺得這真的是這樣一個態度 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應該請主委要向鄭天才委員致歉才對 我真的跟你致歉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先請這個指揮官 委員跟官員質詢審討的時候 就是用詞稍微拿捏一下 委員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非常情緒化的討論 讓我們後面要繼續質詢跟關切這個議題的委員 都讓我們覺得說 那現在還要再問嗎 還是不用問呢 你們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到第一個題目還是關切小三通 那麼剛剛我就延續鄭天才委員 因為他已經把我要講了很多的前提 很清楚的描述了 那麼之前我也曾經質詢過指揮官 我也就叫過您說 現在就小三通的一個考量 到底他的防疫有沒有特殊性 當時是說沒有 全國是一致的 所以只剩下高層的政治考量 這是在財委會我們聯席的時候 您親口這樣跟我講的 我也回來這邊我也質詢過 邱泰山主委 那接下來高層的政治考量 特殊的考量是什麼 好 那現在呢 你們再考驚啊 現在又改說呢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疫情很嚴重 但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並不是大陸人民來到台灣 完全沒有這個考量 我們現在討論的 純粹是台灣人民 今天純粹我們在討論的是 中華民國的公民 他為什麼不能回來台灣 就我們今天討論這樣子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照理講 一個核縣的民主國家 他就算染疫了 你都不能不讓他回台灣啊 否則我們岂不是一個 非常嚴重違反人道的國家 我們憑什麼說 我們是一個重視民主人權的國家 那你今天不是 你甚至於不考慮 他到底有沒有染疫 就是不能回來 那你把所有相關的管道 做這樣子的嚴格的控管 第一個 我認為這就是很明顯的違憲了耶 你們根本在一個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底下 去限制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力 可以因為他生病 可以因為他染疫 就不讓中華民國的國民回到中華民國 回到台灣嗎 今天我們的防疫 有給指揮官這樣的上方保健嗎 這恐怕對我跟憲法的認知是完全違背的 所以今天您講到說好 雖然在金門馬祖之外 有不同的管道可以回到台灣 但是現實您也很清楚 基本上他的港口就是機場 以及這個班次都非常非常嚴重的限縮 所以就中國大陸這麼大 很多的台商他其實必須千辛萬苦的不斷的轉機 他才能夠回到台灣 所以增加小三通的這樣一個方法 是增加一個可行的管道 讓他們有多一個選擇 可以透過小三通回來台灣 那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說 如果真的是因為防疫的話 我們有沒有窮盡了台灣 相關防疫的能力跟準備 這也是剛剛曾天才委員在關切的嘛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而不是就這麼便宜形勢說 就不要讓他們回來就沒事啊 這不是這樣 你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做這種決定的 那你也不能講說 因為拿金門馬祖來當擋箭牌 說這樣子金門馬祖人就通通會染疫 你們講的也太誇張也太嚴重了吧 都沒有任何防疫的辦法 因為這樣金門馬祖就會全部淪陷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不科學的 一個討論的方式 所以剛剛曾天才委員提出來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不能夠鑽機鑽船呢 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子來幫助我們的台商回來台灣呢 不要說過年過節 千百年來的傳統對我們來講何其重要回家團圓 今天過完了春節之後呢 我們也不知道接下來的政策是什麼 對於所有台商人來講 跟我們的這個台生來講 真正是無謀表表啊 你們不是當事人啊 所以這個是相反的 不是委員沒有同理性 是你們這些高官沒有同理性 所以大家在思考的是說 那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嘛 甚至於 為什麼不要求他們 雖然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通通都可以回來台灣啊 但是你退一問步 你也可以要求他PCR才能上機啊 你也可以要求他PCR陽性才能回來台灣啊 我們過去三年太多這種例子了 又不是沒有處理過 又不是沒有辦過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並不是說之前 我們的政策 從行政院到指揮中心 本來指揮中心是無辜的 像指揮中心只好幫 行政院想一個辦法來擋小三通嘛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行政院就是因為意識形態掛帥 在政治上面 不通最好 能不通就不要通 那個態度跟心態是非常明顯的 而不是能通盡量通 台灣人可以讓他回家 盡量幫助他回家 這個態度是180度完全不一樣 大家跨人都知道的啦 這就不需要在這邊強變了嘛 所以啊 那你今天 在之前 然後現在很方便就說哦你看 中國大陸現在疫情很嚴重 但問題是 重點是 要回來的是台灣人 不是大陸的遊客 不是大陸人要來清商 是台灣人 那麼 為什麼不能夠 考慮各種其他的方法 如果說你們都調查過了 事實就不是這樣嘛 啊不然要回來啦 大家都不想回來台灣了啦 你這麼開放我也不回來了啦 那是一回事那是台商的選擇 但現在事實不是這樣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因為千辛萬苦 他沒辦法他沒栽調回來啊 那現在大家 立法委員民意代表 所感受到的民意是非常強烈的 就叫做有家歸不得怎麼辦嘛 難道要等到民進黨下台的這些人才能夠回來嗎 是要等到疫情結束還是要等到你們政權結束 請你告訴我 報告委員我們從來沒有說不讓中國的 在中國的台灣人回來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措施 另外我再跟您報告一下 病毒並不會去區分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 然後才去感染他 你在中國的社會生存 那即使是在那邊你是台灣人也有可能會感染 我沒有說他不會感染啊 我剛剛講了半天嗎 所以說小三通的部分 所以今天台灣人到底你是怕台灣人感染 所以不讓台灣人回來 我想我們單純如果就小三通中轉的事情來討論 我並不是擔心台灣人感染 其他全部其他 金門 馬祖 人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那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台灣人要來 外國人要來 我們現在有要求他 一定要陽性才能回台灣嗎 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子講 那其他台灣人到全世界各地 都不會染疫 只有在中國大陸會染疫嗎 我們如果討論的是小三通的中轉問題 那是因為他會經過金門跟馬祖 那如果你在那裡確診了 他會留置在金門跟馬祖 所以我剛不就告訴你嗎 學金門跟馬祖 所以我剛不就告訴你嗎 那如果今天其他的台商要回來透過桃園 那如果桃園市政府是不是也可以 學金門跟馬祖 說不行喔 那這樣我桃園量能不足喔 桃園沒有量能不足 桃園量能很充足啊 所以現在是因為桃園量能很充足 所以全世界的台灣人回來才可以回來嗎 不是啊 因為金門馬祖的量能不足 不是因為桃園量能充足 今天金門馬 我剛剛就講了 我想請委員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要求他們驗了陽性才可以回來 不就好了嗎 什麼叫驗了陽性才可以回來 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這樣聽不懂喔 不是 驗了陽性 當然他也不應該要回來 要在當地治療 什麼叫說不應該 不 對不起 陰性啦 如果他驗了陰性才可以回來 驗了陰性回來現在就是這樣子 我們也發現說 現在在中國這邊 如果我們從港部回來 他並沒有要檢查 在當地並沒有要檢查PCR的報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隨著他疫情蔓延之後 PCR的報告的取得是越來越困難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實務上 執行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我們都已經經過過了 那世界各國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認為現在這個疫情 已經嚴重到就是整船的人 整個飛機的人 通通都會有傳染的風險 很高 我不覺得是這樣子 不覺得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請問一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因為春節才特別開放 讓金門馬祖的人回來 還是說這個政策跟春節無關 以後就是這樣 我想這個只是階段性開放的第一步吧 所以這是因為春節的關係 那春節結束之後呢 這跟春節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啊 所以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因為中國大陸它的疫情爆發 不是啦 我說你現在的規定是不能中轉 只能夠金門馬祖的人回來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政策在我們的春節結束了以後 還是繼續延續這樣嗎 這個不是 這個我們還沒有討論到這邊 還沒有討論 對 春節就多久了 春節結束之後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連開始都還沒有開始 對 春節之後 1月7號才開始 現在已經12月底了 這是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我想其實很多事情都需要滾動性檢查 一個月之前我們也不知道 中國大陸會爆發這樣子的疫情 所以現在 對 所以現在就是有疫情嘛 那疫情它會一直發展 我的問題是說 那請問春節之後是繼續這樣嗎 還是又回到之前小三通不能通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這也不能回答 因為如果現在疫情 我不問你 我要問誰 現在疫情很嚴重 聽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疫情很嚴重 所以你們現在是非常保守的 只讓金門馬祖的人回來嘛 那所以以後是不是這樣 因為如果疫情好轉的話 你們可能考慮會開放 但是在疫情沒有好轉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會繼續延續這樣的政策 還是說像你說的 就是到春節為止 春節之後再重新檢討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現在如果中央進行回春 對是報議員 我想真正疫情 因為有的人他可能春節的時候 他如果來不及呢 那我們都是針對疫情來考慮 結果我這個時候不趕快回來不行 我如果春節過了 我譬如說我2月中我才回來 已經不行小山東又瘋起來了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懂懂 我了解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 的代碼來上網代購